那我們要怎麼做,才能夠一開頭就驚豔全場 那我們怎麼做可以做出這個既能夠展現文筆 又能夠達到我們第一端要做到的議論的效果呢? 其實我們可以選用一個手法,叫做 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成帝國文的袁老師 這次國九四魔剛考完 同學應該最想要知道的就是 如何讓自己的作文脫穎而出吧 不用擔心 今天袁老師就來教你如何讓你的作文能夠脫穎而出 我們今天寫的作文呢 可以分成這種硬式,就是考試的作文 跟散文創作這兩種 那這兩種作文啊,差在哪裡呢? 硬式作文啊,就好像是歌唱比賽裡面 30秒海選的部分 我們要能夠一開始就抓住這個 評審的這個耳朵對不對? 所以大部分這個海選啊 在一開始就會開始展現你的技巧 然後開始順技 開始去把你的情感抒發到極致 那我們的硬式作文也是一樣 它跟散文創作最大的不同就是 散文創作是先寫這個 你先把你的想要寫的這種情感抒發出來 慢慢鋪陳之後 我們再給一個題目 但是硬式作文不同 硬式作文篇幅比較短 岳俊老師在很短的時間內一次 要看很大量的文章 他沒有時間去看你慢慢的鋪陳 去欣賞你的文章 所以你必須要在首尾兩罐啊 能夠脫穎而出喔 那我們要怎麼做 才能夠一開頭就 驚豔全場 展現出你的文筆呢 好接下來啊 老師會用兩個開頭的這個範文 來教大家 那我們一樣都用這一次 四模的考題來做這個模擬吧 他想要問說這個 各位同學對於 因為立場不同而產生的爭執 有什麼樣的看法 好那面對這個看法 它是一個比較偏論說文的主題 竟然是論說文 開頭要寫出論點 好那要怎麼寫的可以壯闊呢 怎麼樣可以展現我的文筆啊 在面對抒情、議論跟寫警 這三件事情的時候 通常是在寫警的部分 才能夠展現我們的文筆 因為寫警可以透過很多的描寫 很多的譬喻 很多的各種東西去書寫它 那抒情跟這個議論啊 通常就比較平淡一點 比較沒有辦法去寫得這麼壯闊 那我們怎麼做可以做出 這個既能夠展現文筆 又能夠達到我們第一段 要做到的議論的效果呢 其實啊 我們可以選用一個手法 叫做 脫物研製 也就是我們世界裡面不比心 這三種手法裡面的心啊 起心 也就是我們 藉由 警惡的描寫 襯托出我們想要講的這個論點 那我們這一次啊 要講的不是立場嗎 好 所以假設我們第一段的這個論點啊 是這個 爭執本就沒有是非對錯 只是立場不同而已 有哪些景象可以拿來被我們使用呢 在這個自然界中啊 有沒有互相對立的景色 他就好像不同的立場 互相碰撞出的火花一樣 來講出兩個景色間都沒有對錯 只是立場不同而已 是不是就帶出了我們的論點啦 那接下來呢 帶大家看到兩段 第一種啊 就是我們說這個 我們叫散文化的鋪陳的這種寫法 看寫起來會是什麼樣的感覺 從小喜歡看江河大海 不是因為那望不著邊際的遼闊景象 而是獨愛金濤拍案激起的壯力 浪花翻騰 只想將萬物收藏以無涯 焦岩獨立 只盼守陸地繁華以固執 或許我正是沉迷於此對立與碰撞 焦岩與浪花都沒有錯 一如一日之末 晚霞與夜色的拉扯 一如美與時節 暑氣與余寒的對峙 想來人生也是如此 多少爭執本就沒有是非 不過立場不同而已 這樣子的鋪陳我們看到 從小喜歡看江河大海 哇 拉出一個很長的時間跨度 然後去寫為什麼喜歡 然後這個景象有多那麼壯麗 再彈出了我們的主旨 這樣子的寫法呢 雖然說我們會覺得 好像這個寫法這個開頭還不錯 但是他沒有辦法在第一句 就讓岳俊老師覺得 這個同學文筆好 所以我們要做到讓老師覺得 這個同學文筆很好 我們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稍微把我們的句子 順序對調一下 好接下來老師展現一下 相同文筆的水準下 怎樣寫出一開頭就驚豔的文章 我們來看我們只需要把前面 剛剛我們講的那一大段 裡面最精彩的部分 移到最前面 這就是浪花翻騰 只想將萬物收藏以烏鴉 交岩獨立 只盼守陸地繁華以固執 這兩段 好我們把它移到前面喔 我們這樣寫 浪花翻騰 只想將萬物收藏以烏鴉 交岩獨立 只盼守陸地繁華以固執 於是金濤拍案 波瀾壯闊 如此 對立與碰撞 我 無礙 交岩與浪花都沒有錯 一如一日之末 晚霞與夜色拉扯 一如眉與時節 暑氣與餘寒的對峙 想來人生也是如此 多少爭執 本就沒有是非 不過立場不同而已 好我們可以看到 前面跟後面這兩段 在後半段這個論點的部分 基本上沒有做什麼更改 我們只做了一個更改 我們把前面的鋪陳拿掉了 我們透過這個 描寫這個萬物的景象 描寫這個自然的壯闊 一開始就帶出了我們的豐富的文筆 再來啊 我們稍微簡單地去續寫 說這個 如此對立與碰撞 我獨愛 所以我才會喜歡 我才會去看這些景色嘛 然後就可以帶出了後面的 交岩與浪花都沒有對錯 所以我們把中間鋪陳那段 縮短 而且放到了精彩的文字後面 這樣子這麼一來 我們在手段是不是就很突出了 那岳俊老師在一開始 就會比較注意到你這篇文章 給出比較高的分數喔 那我們剛剛說過啊 一篇好的這個印式作文啊 首尾兩段都很重要 那麼最後一段該怎麼寫呢 這個部分就留到下一支影片 讓老師來為各位解答 我是陳迪國文的袁老師 讓陳迪國文帶著各位同學 用學理科的方法 學好國文 寫好作文 謝謝各位同學 掰掰 掰掰